这火车就该吃泡面 为啥现在春运吃泡面的人 没有以前多了 因为 在90年代末 春运的主要交通工具 是绿批火车 速度很慢 做一天一宿很常见 吃饭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快餐盒饭了 大姨 来个盒饭 十块 这也太贵了 我便宜 我只要两三块钱 分寨都凉了 太难吃了 火中火 特地是水泡 暖和 在那个路很长 钱和少的年代 便宜好吃的泡面 成了人们的罪爱 一年能卖几百亿包 是为啥吃的少了 因为时代变了 我便宜 能帮你省钱 谁差钱啊 我方便 路这么远 吃我最合适 三小时就到了 不吃更方便 我好吃啊 你以前可喜欢吃了 咋不比你好吃 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我的优势不再明显 我的劣势被放大 味儿咋那么大 营养也太不均衡 我们不健康了 原来 我过时了 大家不再需要我了 我需要 我需要 喔